花莲县政府18号特别举办了南岛系列讲座 办理两场7月限定版夏威夷文化讲座 分别为7月18号所举办的花莲阿罗哈 分享夏威夷以及其人民的文化传统 还有7月23号航向南岛的环太平洋文化复兴旅程 两场的座谈会也鼓励全国的民众不要错过 由南岛夏威夷族群亲临分享 邀请大家一起来花莲 共同感受夏威夷以及南岛文化的知识底蕴与美丽 花莲县政府18号特别举办南岛系列讲座 并且在花莲文创园区第四栋办理两场7月限定版夏威夷文化讲座 分别为7月18号的花莲阿罗哈 分享夏威夷与其他人民的文化传统命脉 以及7月23号航向南岛的环太平洋文化复兴旅程 而这次讲座邀请多位专家进行讲解 航海家兼波利尼西亚航海许会成员 以其丰富的航海经验展示夏威夷传统航海文化 并且深入解析这艘代表性的独木舟 又会在环太平洋地区进行文化复兴旅程 而讲解生动融入了个人经历 让听众是感头承受 花莲县政府很荣幸今天邀到我们夏威夷的 Kamehameha学校来到花莲参加联合风年节三天的表演活动 那在这段期间也特别安排了两场的讲座 包括今天在文创的花莲阿罗哈 以及7月23号在原住民族文化馆 还有一场有关航海文化知识的讲座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 此外夏威传统产业创始人 以及供应师对夏威编制 以及木雕工艺详细介绍 现场展示精湛的记忆 以及分享供应背后的文化意涵 让观众对传统供应有深处的了解 Kamehameha学校由我们的夏威公主 Kamehameha学校由我们的夏威公主 所创立 Kamehameha学校由我们的夏威公主 去支持和教育 夏威公主 这个学校呢是 它创立以支持及教育 我们的夏威原住民的小孩 出了精彩的夏威语全方位文化导览 两场讲座更提供了 亲身体验夏威语文化的机会 民众在夏威语传统游戏 认识夏威语文化中 对丽云美的价值观 及霍拉舞的动感热情 在夏威语讲师带领之下 参应者将深刻体验了 夏威语乐舞以及文化的魅力 记得教育欢迎欢迎收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